妇科体检这几项必不可省 什么样的妇科检查 对于我们女性来说是必须要做的 而且是绝对省不了的呢 第二个就是公颈癌的筛长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HPV和TCC的检测 出现这些症状千万别耽搁 下腹处到一个包块的话 是硬的 实性的 还是囊性的 我们都要 尤其女性来讲 首先要考虑是不是卵巢长了肿瘤 还有子宫上长了肿瘤 接种疫苗就能够百分百不患公颈癌了吗 是不是我们打完这个疫苗以后 就不会再有患这个公颈癌的风险了呢 而且平时我们也可以不用再进行 这个公颈癌的一些筛查检查了呢 我们目前市面上用的这个公颈癌的疫苗呢 它是一个预防性的疫苗 现在呢 还没有一个治疗性的疫苗 在临床上应用 妇女节特别节目 让我们共同关注女性健康 欢迎收看今天的健康朋友圈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白杨 今天呢 是3月8号 我们迎来了第112个38国际妇女节 你们是母亲 是妻子 是女儿 这些温婉的称呼背后 是你们今年不错的关怀陪伴 在这样一个特别的节日里 致敬身边每一位了不起的她 致敬所有了不起的中国女性 祝我们的女神们节日快乐 那说到节日啊 我们很自然就会联想到一个关键词 那就是礼物 不知道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节日里 大家有没有收到给自己准备一份特别的礼物呢 如果说还没有准备 那小白啊 在这里倒是有一个不错的建议 那就是送给自己一个健康体检 那对于女性来说 我们每年都应该去做一次健康的体检 而妇科检查当然是必不可少的 那什么样的妇科检查 是建议女性朋友们一定要做的呢 还是请我们今天的专家老师来帮我们解答 让我们掌声有请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复科主任 五星老师 欢迎 欢迎我们的吴老师 吴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来自于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复科的五星老师 本期特邀嘉宾五星 主任医师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复科副主任 辽宇省医学会妇产科分会常委 沈阳市医学会妇产科分会副主委 辽宇省细胞生物学会妇科肿瘤分会副主委 辽宇省免疫学会妇科基础与免疫分会常委 我们吴老师可是妇科方面的专家 所以说今天您来了 一定要给大家好好的来科普一下 那在您看来什么样的妇科检查 对于我们女性来说是必须要做的 而且是绝对省不了的呢 作为体检来讲 妇科方面妇科的内诊 供给癌的筛查和盆腔超生检测 是不可少的 那刚才您说的这三项的检查 它们的目的还有意义都分别是什么呢 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说一下呢 好 首先说这个妇科的内诊 因为通过内诊我们可以发现外阴阴道和宫颈是否有异常 通过双核诊我们可以检查子宫和腹间区是否有包块等其他的异常情况 第二个就是宫颈癌的筛查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HPV和TCC的检测 为什么要做这两个检测呢 在我们妇科内诊的时候 如果你看宫颈表面是光滑的 或者有轻度的糜烂 你不知道它下面是否隐藏着细胞的异形和早期的癌变 这是第二个宫颈癌的筛查 第三个就是这个盆腔的超生 我们在内诊的时候 如果摸到了腹间区有包块或者子宫体增大 那么这种异常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肿瘤 还是什么样的其他炎症等疾病 需要靠生生影像来帮助我们鉴别 吴老师啊 其实刚才您说的这些检查呢 对于很多女性来说啊 她们大多数都是不愿意去做的 为什么呢 第一啊 她们是觉得不太好意思 这第二呢 是觉得有的时候很麻烦 比如说我们这个老年人 如果说出来检查一趟的话 首先这个出来就非常不容易 必须要自己的孩子来陪伴 她呢 是怕耽误这个孩子的工作 还有啊 这个很多人这个人就会觉得 你看我平时啊 这个身体也挺好的 没有这方面的困扰 也就不想检查了 那像我上述说的这几种情况 应该来怎么办呢 刚才你说的啊 有些女性不管是说你愿不愿意去检查 或者感到麻烦 或者认为自己有没有复壳的疾病 从医生的角度还是劝大家要去做定期的复壳体检 因为复壳有好多的疾病 早期一般是没有症状的 如果你不及早的去就诊 那么可能就会延误 甚至疾病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治疗的效果就不如发现早的时候为好 没错 就像刚才吴老师说的 定期的复科的检查 对于我们女性朋友来说 真的是特别的重要 如果说有一些女性 她就是非常的任性 忽略了这些常规的定期检查 那有可能会给我们的身体 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 那今天呢 吴老师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真实的案例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今天呢 我给大家带这个案例呢 就是体现了我们定期体检的一个重要性 女士38岁 有一个男孩生一个男孩 平时月经是正常的 阴道分泌物也不多 没有腐痛等其他的不适 进行常规的健康体检 那么在体检当中 第一个我们做妇科的内诊 宫颈表面是光滑的 其他的都没有异常改变 第二步我们做的是宫颈癌的筛查 筛查的结果 HPV16型是阳性的 TCT是正常的 第三个我们是做的盆腔的超声 也未见异常 那么体检的结论 就是有个HPV的感染 通常情况下 我们认为 TCT未见异常 就是一个HPV感染 我们可以通过抗病毒治疗 提高自身的免疫力 在做治疗一段时间后再服查 但是对于这个病例来讲 HPV16这个病毒是和宫颈癌发生直接相关的 它的感染率诱发癌变的几率也是很大的 临床上 临床上对于HPV16 18阳性的这个病案呢 不管你这个TCT检查是否正常 我们都建议做宫颈的活解 这个患者呢 进行宫颈活解以后呢 病理回报就是一个宫颈原胃癌 由于我们发现的比较及时 尽早地进行手术的干预治疗 是达到了治愈的目的 从这个病例上看 我们第一个不做体检 我们就发现不了有HPV的感染 第二个单从妇科内疹 我们就发现不了 宫颈表面下面伸藏到一些个疾病 所以体检对理性是很重要的 非常感谢吴老师刚才的分享 听刚才吴老师这么介绍 我们大家呢 对于这个妇科的检查 要更加的重视了 不但呢 要健康的体检 如果说一旦出现了一点蛛丝马迹 大家呢 一定要尽早地就医检查 千万不要耽误了最佳的医治时间 我们再一次感谢吴老师的分享 那咱们的圈友们 如果您刚刚 对于我们吴老师的分享 有任何的疑问的话 大家呢 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 024-2318-6065 向进行咨询 我们会第一时间来为您解答 让老曼之告别可谈船 让哮船慢走会不再反过发作 健康蓬栓联合研读呼吸病医院 公众讨论呼吸病医院 向前进行咨询 1242837999 中医传承 将心悠远 高真堂 传承国粹 弘扬中医药文化 创新理念技术 全生命周期 诊疗养液体 医疗连锁 对肠健病 慢病 疑难病 未病先防 育病防病 以病防措 育后防复 一人一方 辨证失智 造福百姓 助力健康中国马 大一经常 良医好药方现效 熬治后凡 医人心 高真堂 道地药材 密法炮制 好医好药 好高方 提高诊疗效果 为健康 保驾护航 欢迎回来 今天做客 我们健康朋友圈的嘉宾 是来自中国医科大学 附属第一院 附科主任 五星老师 如果说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有任何问题的话 大家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 024-2318-6065 向吴老师进行提问 那很多女性 对于这个宫颈癌 这个疾病的认识 还是不够全面的 往往是忽略了 这个宫颈癌的筛查 那宫颈癌 到底是怎么引起的呢 还是请我们的吴老师 给我们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宫颈癌呢 是目前唯一病云 比较明确的一种疾病 它就是由HPV感染导致的 那么在高危的HPV病毒存在的时候呢 就有患宫颈癌的风险 这个过程呢 就是HPV病毒 进入到宫颈上皮的细胞内 那么与宿主细胞的电影结合 导致宿主细胞的异形增生 长时间就发生了癌变 因此宫颈癌的筛查中 检测HPV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吴老师 对于我们现在很多女性来说 大家越来越重视自己的身体了 大家也越来越关注 那到底哪一种检查 能够帮助大家检查出 自己是否感染了HPV病毒呢 HPV病毒呢 它主要寄居在人体的皮肤和腔道上皮的组织内 在女性生殖道的阴道和宫颈上皮内呢 都有寄生 因此我们在临床上 要查HPV病毒呢 宫颈主要是在宫颈上 进行图片 那么我们通过一个小的刷子 在宫颈的表面和宫颈管里头 来刷脱落的细胞 把刷下来的细胞 送到病理课去检查 最后得出结论 那刚刚听了吴老师的介绍啊 真心地觉得 对于女性朋友来说 妇科检查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说啊 这个查出这个HPV的感染了 是不是就一定患有这个宫颈癌的风险了 这个问题呢 问得挺好 就是说我们感染HPV以后 不一定都能得宫颈癌 这个要从两方面看 第一个HPV呢 它分为两种类型 一个是高V 一个是低V 低V型呢 主要能诱发生殖器的油 它不会诱发癌变的 只有高V的HPV 才有诱发癌变的这个风险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说HPV感染以后 我们自身有清除的功能 就是自身免疫力 可以把HPV病毒清除掉 如果这个病毒 没有和宿主细胞的DNA结合 没有诱导细胞的疫情增生 我们也不能出现癌变 那吴老师啊 就是对于我们经常说的 对于宫颈癌的这个预防 我们要需要打这个HPV的疫苗 那是不是我们打完这个疫苗以后 就不会再有患这个宫颈癌的风险了呢 而且平时我们也可以不用再进行 这个宫颈癌的一些筛查检查了呢 不是的 我们目前市面上用的这个宫颈癌的疫苗呢 它是一个预防性的疫苗 现在呢 还没有一个治疗性的疫苗 在临床上应用 第一 第二是预防性的这个疫苗呢 尽管它的覆盖面是比较广的 但也不是百分之百 另外每个人对于免疫应答的反应状态不同 不敢保证都起到一个保护作用 所以我们定期还要做宫颈癌的筛查 吴老师呀 一旦我们的身体感染了这个HPV的病毒了 那我们的身体会发出一些什么样的警示呢 关于HPV感染的问题 一般来讲 它本身是不会引起任何症状的 只有它诱导其他的组织发生病变以后 才会出现症状 这些症状是病变后组织所出现的 咱们的圈友们 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或者是疑问 都可以向我们的吴老师进行咨询 大家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 024-2318-6065 向我们进行咨询 我们会第一时间来为您解答 和吴老师聊了这么多 相信电视机前很多女性圈友们 一定特别想要问一下我们的老师 如果说您看我们在生活当中 出现了什么样的症状 就是要提醒大家要小心了 这个复合肿瘤要来了 能不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呢 下面我给大家讲一下 与复刻疾病或者是肿瘤相关的 一些个主要的复刻的症状 一个是阴道流血 第二个就是阴道流液 第三个就是包块 首先我们要讲阴道流血 如果我们有正常的月经 大家不会去就诊 一旦出现了月经紊乱 比方说在周期 经期或经血量的变化 那么患者就要去就诊了 就诊有两种情况 第一个在有生育区的妇女 我们多半遇到的是一个月经的紊乱 为主的 那么微绝经期的快断经前的这个女性 如果出现月经的紊乱 我们不要侥幸 也不要认为就是一个 要绝经前的紊乱 应该考虑 它是否隐藏到有一个子宫内膜的病变 一定要到医院去就诊 这是第一个阴道流血 那么绝经以后的阴道流血 很明确就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 所以一定要就诊 第二个就是阴道流液 那么阴道流液来讲呢 分泌物的多少颜色呀 异味等等 我们多半考虑呢 是患有了阴道眼 但实际上还夹杂着一些个 妇科的恶性肿瘤 比方说宫颈癌的患者 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个臭味的 比较多的这个分泌物 内膜癌的患者 有血水样的分泌物 临床上常形容 它是一个高粱米水样的分泌物 那么苏兰管癌的患者 也会有血性分泌物 分泌物也比较多 所以分泌物异常 如果按着阴道眼治疗无效的话 建议还要到医院去进一步检查 第三个就是包块的问题 一般来讲 下腹部处到一个包块的话 是硬的 实性的 还是囊性的 我们都要 尤其女性来讲 首先要考虑到是不是卵巢长了肿瘤 还有子宫上长了肿瘤 如果患者腹部增大 我们好像有个包块的话 那么也要考虑是不是有卵巢的巨大囊肿 再有一个就是我们想到的 就是是不是有腹水 就是卵巢癌的晚期出现腹水的时候 首发症状 也是腹部增大 但是它摸不到具体包块 作为患者来讲 它自己是无法区分的 从这三个症状上看 提示我们女性 如果有异常的情况出现了 还是尽早地到医院去就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 那好 我们先领这些 一会儿不过我们家急啊 好的 宝宝吃饱了吗 吃饱啦 吃饱了 吃饱子不多 你好 我要一个大包裹 愿快再游客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爸爸是困惑 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 奶奶每天捞义了都是这句话 我爸是安全员 他好久没有回家了 我好想他 我妈是公交司机 在城里开发工作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 我想吃我妈妈做个饭 妈妈焚得很香的 小玫瑰 辱的小玫瑰 小玫瑰 辱的小玫瑰 所以说今天带着我们的女性朋友们认识了三个非常重要的妇科检查 妇科内疹 宫颈癌的筛查 以及盆腔超生 其实啊现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女性朋友们 无论您身处什么样的年龄段 了解到了相关的常识 都应该去积极的及时的去接受相关的妇科检查 再一次感谢我们吴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节目最后还是请我们的吴老师来为今天的节目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作为女性关爱自己的健康 定期的妇科健康体检十分重要 在这里也要提醒咱们电视机前的圈友们 吴老师的出诊时间和地点是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 著名专家门诊妇科 每周一全天 如果说您对本期的内容还有不懂的地方 大家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 024-2318-6065 我们会第一时间来为您解决 可弹喘规范治疗是关键 沈阳厌多呼吸病医院 专注于哮喘气管炎慢阻肺等呼吸慢病的清准治疗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推出 三八妇女节特别节目 给您最权威的健康指南 明天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